《约书亚记》第24章第14节 演唱人们要敬畏耶和华 情深十二的侍奉他 将你们列祖座大河那边 王座等埃及所侍奉的神随调 启斯丰耶和华 刘萌先生 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 神秘的嘉南美大復兴 当然在教会中 我们陆续会请新的传职 甚至是一员传道人 但很多传职避免不了 他始终是部门主管 教会会授权 他可能有某程度上的管理这些财政 他们的开支 但作为一个中心的侍奉者 我们在教会中存职 真的要动用 我们要扩展 我们要买一些东西 我们如何管理他们的开支 因为我们的钱 我们可以有智慧用 但有时教会的钱 有时不是自己的时候 人的下意识可能没有那么严谨 但是我们如何防范这种浪费 这种罪 在教会部门主管的时候 所以我们的目标 目的要很清晰才行 我们就算做一员传道人的原因 也是为了增加祝福的病 所以我们成为一员传道人 或者成为教会当中的一些管理层 我们要知道 我们立即拿起圣经的其中一段 以前我们不能够将那段应用在我们身上 但是那段现在就行了 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家是一个好管家 如我所说 你就要自己找一些现在你身份的真理 而不是说 等你犯了 然后又责备你的时候 原来你 一向习惯了 所有真理都要别人说一说 别人做一做 你不能去那种服务 你直接不能去那种服务 所以失去也是值的 起码让你尖干 因为你实际上真的是尖干 就一向你得到这种服务 所以 当然 其中一个主动的就是问 另一个就是查 但大部分我们当中能够 在我们教会当中做得 传道人的其实都 有点想到 你看回现在自己的身份 你即时就找回这些经文去读 当然我们真的有兴趣 在病的时候我们读医治的经文 在共的时候我们读腐竹的经文 但你成为神的管家的时候 你读管家的经文 没有理由 有利益的才读 那你是什么人品 专读有利益的 有需要的 你会很自私的人才选择 正是选择这些经文 你有需要的时候就读 但是问题 到现在已经有了祝福了 你仍然想着 那就是不用读了 我没有需要了 我已经有腐竹了 不用读了 那就是看到 你只想想 神见到的时候 他值不值得 神会不会继续 有祝福 所以当你的祝福来了 相对要理解你自己的 责任是大了 因为你欠了神 而事实上你也主动 因为想增加祝福的饼 而甚至有机会侍奉 而是你侍奉的身份 和位置的时候 你是属于神的好管家 你就要成为神的好管家 也看回神给你的Talent 是一千两还是五千两 你如何处理呢 当然现在给你的别干 有很多人可能是一万两 已经没有五千两 因为以前的基督徒 拿五千两 你其实可能 祝福已经拿了五千万两 五千万两 然后你觉得 我做一千两的日子 你见不见 那就出事了 因为就算连一千两的 做那些都不行 神向谁多级 你还要付出少一点 不行的 所以你会看到在那个祝福当中 得的程度是多大 然后你会看回好管家的原则 这些经文最普遍 但有些人就 如果所说的 如果你不是他发觉出来 所以一到成功了之一 他完全弄了 有什么罪都拿出来犯了 他只顾着犯罪 顾着享受 多过去看回他应该有的责任 因为你未有祝福 你真的可以那时候没有这种责任 但你有这种祝福 你立即要看回你有没有新的责任 即是说你以前是一千两 现在是五千两 是五千万两 那你就立即要看回 坐下写下你要做什么 我不是经常说这个祝福的病 因为你现在是管家 你不能说 神所给你生命里面的 无论财能或者财富 两者你都知道是神给你的话 你就要知道你应该怎么做 所以你会看到我自己人生当中 慢慢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多的祝福 但我会越来越做很多事情 是真的好好地 照顾自己的身体 好好照顾自己的时间 好好地在使用当中 提高我的质素 这个就是我越来越大祝福 神所给我的 好处 和利益的情况下 我知道我要成为一个更好的管家 换句话说 我在10年前或20年前 没有那么多的祝福 但现在越来越多了 但相对我亦比10年或20年前 我付出的更加优质 而不是说这个时候真正在享受 正在享受 就不是 而并且我会继续 有感动神要我 如何使得我侍奉 更加 一些新的部门 新的责任要取得到 然后去做 所以这个就是 明明圣经就写在那里了 没错 你们因为我而沾到边 得到祝福 但不要永远维持 没有留待 容易沾到边 你又应该呗着 真的所有你想SOC 大家可以深切地明白 我在分享这个信息 绝对很多人能 усп they 但有些真的沾到边 真的沾到边 那些宅 перем денег 因为成功了之后 第一时间提醒 我的身份不同了 我的责任不公共 我应该怎样做 他们不会重振 而他们甚至有些 已经超过的 即使 scheduled 全職也有 也是 它必须 safia 全職也会有的机会 原因是有些人來世安以為自己是偉大 以為自己是聖人 但又知道他的祝福是來自日華分享的 但他不懂得繼續保持這個境性 至少可以間接問到我 讓我回答他的問題 但有些人覺得是放鬆的時間 這樣便中了撒旦人 因為每一個祝福一定要懂得守住他根基的人 不太煩 而祝福帶了之後 由根基上面再建立責任 所以現在你就明白了 當我說的腐竹的人馬上去浪費 連根基也拆掉了 所以聖經說的 就好像詩篇第11篇第3節說 根基若毀壞 二人還能作什麽呢 大家會看這段經文 但不知道為什麽 你只要想一下 二人何時會毀壞根基 就是成功之後 法家之後 自己毀壞根基 其實有些人何時會放鬆呢 不是在窮的時候 而成功的時候 等於以利亞教導全意識的人去敬畏神 連他的名字都代表了信仰的一個情操 但他成功之後 自己便是第一個不敬畏神 二人的根基何時毀壞呢 二人一直都保持這個根基走下去 就是他覺得不需要守住你 因為他已經得到了 他可以自由了 他可以放縱 他就開始第一件事毀壞了那個真理 最嚴重的根基 《約書案記》第24章第14節 演唱你們要驚慰耶和華 情深實意地侍奉他 將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 往代拉及所侍奉的神隨調 去侍奉耶和華 《約令人和華人哲說》 心願每天光靜 探張深奉眠 立定我的心志 及最終不轉變 《約書案記》 心願被你猜忍 再抹全壞言 全心恭敬 一夜被你恩仇引起 尚传着装置 全情让你天过光智 尚传着装置 尚传手信你以致敬 尚传说福音 全让你天过 尚传你真理话远 无依情负我心 期待持续永远不必